我讲的不要打伤了 那解放了这样战你也没办法 我是觉得现在的PTG嘛 PT嘛 啊 你如果不会3AOE 其实你是很难打 因为你打到后面肯定要3AOE的 对 你制宝球要逼对方的部队走位 你才有机会把解放球解决掉 对 闪电你不管怎么说 你肯定要游蓝吧 你不要扫底呀 3AOE其实挺难的 应该House 自爆球主要就是逼对方部队走位 你要你有空间去跳解放者 你说要想自爆球每次都炸到满头还是什么的 这个还是很难 对啊 这个也需要对手配合的 对 但如果自爆球炸到了 那威力的确有点大 这个是 就全部一拖就秒没了 你们说3AOE 操作很难什么的 其实很正常的 这个3AOE就跟重途的那个感染和大 那个感染和飞蛇一起用差不多 一模一样 国内几乎所有的重途选手 都是感染和飞蛇最有选一个 所以他们后期都打不 对 两个一起用不好 能够用感染飞蛇同时用的 国内选手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可能李平南是一个 李平南就可以了 因为他操作比较不快 很难的这种手 李平南用重途可以用的 他以前跟麦奥莎打过 麦奥莎的那个时候很强 那个时候好兴趣的时候 被他被他感染大龙 被人家搞得想死啊 你记不记得什么吗 是吧 对 操作 李平南还有点天赋 我说我讲真的 李平南在就操作这个层面上的 天赋其实挺高的 就我们 我们到那个局面 我们打不来后期 但他他能打得来 就操作有点协调性的 这种说法的 是吧 其实有些人啊 我觉得我觉得有些人的 那个动态势力嘛 他可能会比正常人要好 如果要好的话 如果要好的话 他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些局面 就就就看到一些局面 比较乱嘛 这个这个这个场上比较乱 他看可能就就比你看到的要清楚很多 就是看着分分的层次很清楚 你说的没这个这个是很多就是普通人 有跟跟他们这种有天赋的选手是有差距的 就跟打CS这些是一样的 这个天赋是有这个说法的 这有这个说法的 有这个说法的 就是他看这个 他看这个东西比你看的东西他感觉要慢 然后分的也很清楚 男的就是传说说血轮眼 说不定真有血轮眼 那你妈有没有轮回眼吗 那我就不知道 轮回眼 血轮眼 还有个什么 还有个什么眼 白眼 白眼 你妈不行 白眼 白眼还可以好吗 首先轮回眼肯定最牛逼的嘛 六到现在的眼值 啊 那接下来就血轮眼 然后再是白眼 妈的天下三大眼 这 你只波风 哈哈 我觉得这个飞奸有点厉害 我我讲真的 飞奸真的有点厉害 飞奸啊 为什么 就飞奸真的很厉害 飞奸创造了很多很屌的人数 我就去简单说两个吧 飞雷神之术 猛不猛 那有点猛 你妈这个这个什么 那个那个什么转身呢 这个 什么巫图转身是什么 快快快 还有什么转身 什么什么转身 那个这个叫什么 也是他创造的 那你这么说 你妈大蛇玩意有点实力的 大蛇玩意还可以 那三人里面他妈就那个就那个 女的最灿呢 三人里面就那个女的最灿是吧 但是那个女的妈的学童好呀 他住间的孙女呀 你这样想呀 其实三人里面我觉得自来也是最美的 无论从 这个 实力还是从情感来说 自来也我都觉得应该是最美的 直接这盘 也单兵赢了 看解释在怎么来应得 解释如果在这个局面前期吃亏的话 我估计解释要走 对 解释打得很偷 他并没有选择去 探路 那这样的话 他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野兵 前期可能要死农民 这必然死农民好不好 大蛇玩强 大蛇玩是蛮强的 我觉得个钥匙兜也很强呀 钥匙兜 我其实觉得是大蛇玩的升级版 对呀 我觉得钥匙兜也很厉害呀 不不不 但话又说回来 你们这种后面出场的兜猛 也是 那为什么他们会说那个三代是最强的 三代 圆飞一斩 三代是活的最久 为什么强 圆飞一斩是活的最久的好吗 对 但应该不是不强吧 圆飞一斩 很强嘛 圆飞一斩 怎么可能不强嘛 他就被被那个 他被大蛇玩干的时候是因为他老了 对呀 哦三代是会无种查克拉 是的呀 所以强 哦原来是这样的 忍树之神 你妈的 哼 对他如果无种查克拉都会 但是有点厉害 是的呀 还好 其实死的农民数量也不算很多 还好 嗯 还行嘛 总的来说能接受 但这样的一个开局呢 如果说前期没有死那么多农民的话 那解散是优势 还要飞进来就看到了呀这个 我啦 这个你也不太把解释当弱智了 你们不要吹那个 那个里面那个凯好不好 那个凯是很猛我承认 但是那个海里面就能猛一次 有什么好说的吗 对吧 对吧 那边的打接话了 猛一次就够了 呵呵呵 去 对吧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宁愿选卡卡尔西 卡尔西相比与凯来说 卡尔西有智慧的意义 直接是三个导演过来 要开始收操作 占便宜了 你经纪来了 现在 我知道呀 卡卡尔西 直接卡卡尔西不菜吧 卡卡尔西不菜的 卡卡尔西 卡卡尔西12岁就成成上人 是的 还可以啊卡卡尔西 也算也算是天才少年之一啊 这不我觉得 金丹梅都换亏了 被 全吃 对 这不有点小亏 转接话了 对 金丹梅只能憋一波了 他憋接话去了 卡卡尔西最后 猪的你骂的 哈哈哈哈 他眼睛是别人的 倒是 是的呀 他如果眼睛不是别人 他也骂了也没有 骂了父子忍者这么个说法了 这凤凰巨像打基业化 其实凤凰可以停呢 基本上 嗯 他主要凤凰现在叙事 他不他凤凰 叙事因为对方也在续尾 那个围巾 然后要稍微 用凤凰跟围巾打一波 让自己的巨像有得到一个 更多的一个输出 然后呢 这个多多帅的情况下的话 再再把这些什么导弹车 坦克这些东西抬了 不是你们不用整理 我们说过了呀 黄旭东你们在里面就是钉刺 我为什么钉刺啊 钉刺还可以好不好 妈我不是鹿丸吗 鹿丸是我 我凭什么是鹿丸吗 我凭什么要当钉刺吧 我不要当钉刺 妈钉刺比鹿丸强好不好 我不要当钉刺 在肉货带 我不要当钉刺 我靠 那你换一个 啊 换一个 我想一想 想一想再告诉你 妈的给你当 妈的漩涡名人好不好 我不要 漩涡名人也没什么意思 这你 矿迈已经枯竭 开的猥琐 但是这个三框其实 呃开的还是比较晚的 解释只要发现你是机械化之后 他就可以针对的出不朽 对 也是因为前期这个 呃有点亏啊 所以说这这个机械化就 三框就比较晚 哎呀我靠 妈的你心里居然说你是自来眼 哼 他说他自己是自来眼 他自己是自来眼 我智慧一点 爸 我就当那个你妈的那个 那个 那个四代姆 那个金色闪光 智慧一点 哇 金色闪光也挺厉害的 但是他们都很搞笑 妈的最后被那个柱坚说 怎么九尾九尾也能杀人 他不是宠物吗 这你吗 太尴尬了 这个时候 你怎么死的 好了第一波来了 被九尾打死的 第一波这个坦克就推 这台是可以退一退的 解释直接冲 他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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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的时间非常不错 这台的这几下是把输出打爆炸了啊 而且换了两个白球也吃了很多的输出 打赢了 不朽很猛 下面这两个不朽 解释打赢了 造成了陈墩的伤害 但是是不是有点深入了呀 他一定要冲上去的 他怎么 他怎么不冲上去 他这两颗 这几颗雷要好了 我跟你说 刷一下呀 你不能看到那个点的吗 我这时候刷 刷那个呀 刷叉呀 这时候 刷叉刷不朽 就跟你怼正面 我怎么感觉 有种感觉 他还被炸成屎 对啊 他现在没解决到这几个埋地地雷 他有点乱 在炸自己啦 卖的这波兵 你说多嘛 也不多 但是很猥琐 很烦 现在 现在非常烦解释给打赢 他可能对这个态度 打得不是很毒 这个框 如果你 如果你放掉的话 那基本上是输了 不可能放在他那么多边 哎那那不正好 哎双线 那不正好 下一场要 下一场要要要要要那个凯兹队 凯兹队 凯兹队 敌PG的这个大战啊 大将之战 是的呀 哇靠这个冲上去被地雷炸 炸 炸惨啊 冲中部队要大量的插加不朽 其实能从他没有把冰冲冲在一起 然后他他也没有躲啊 不过也大 上面还有两个人 别打赢 别打赢 插带不朽打这个阶化其实还是很好打的 但你还是要混点这个 你还是要混点追猎的 因为毕竟追猎这个 手长一点 对 手长一点 这追猎可以跳 就可以补你的输出 这个很重要 就追猎这个东西就补输出用的 你哪里输出不够就跳上去补一下 这个这个如果降下来杀龙也很快啊 解释的多线比他以前防的好多了 感觉都有反应改进了很多 对这都是反应啊 以前都农民杀完了都不知道 但是他现在憋不过对手了呀 这么打 虽然我 我觉得基建化很容易暴毙 但是你憋不过对手也很尴尬 军绩差很多双方 对 基建化就有 有可能就是看起来很威武的一波部队 直接被部手打爆 哎可以啊 我以风一比二输给他Duck 这还赢那一盘呢 对啊 里平的IM已经被狗哥打死了 卡托威斯跟他已经没有没有关系了 没有还有第二次 你也没什么关系 狗哥其实现在我感觉比以前强了 还是一版本杀之后他好像 这个练习 找到点东西对吧 找到点 对练习感觉要比以前强了 我是感觉 狗哥含富七千分当然练得强了 他含富排第二七千分 七千零一十五好像是 他强一点不应该的嘛 先跳上去直接冲 趁他没架的时候先冲第一波 但后面坦克太多了吧这也 算了 这这这个已经冲不下来了 冲这个 怎么冲啊 你包夹还有点机会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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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叽 二比一 狗哥还有七千分啊 有的狗哥六千八到七千分左右吧 没有他有个号七千零一十五 狗哥一直都很强 只是他比赛就打不出来 就很奇怪 你也不能说他没有经验 因为这样的一个选手 拿过那么多成绩 他必然 对吧 必然他肯定是这个 就在比赛中是能发挥出来的 有实力的 这个怎么可能没实力 但是打不 就打 就打不出来就很奇怪 你真的太小看狗哥 狗哥可能在今年会 焕发他的第二次 信不信留你 好 我们要等待下一场 dpg大战 砍之战队的比赛了 非常比赛 非常重要 我相信 郑亏也很想看很看重这个 输谁都不能输大屁 说的没错 说的没错 你知道你亲戚现在怎么来 怎么来让自己不知道 那个教徒和韭菜跳他们 我怎么骂 只要是看到他们 他们对的谁 谁就看到什么 比如说Duck或者是什么 Cure拿了什么冠军 他就直接 屏蔽掉他们两个的威胁 这你吗 很烦 你懂不懂很烦 玩家这两个狗 一直要去刺激他 是的 狗哥7034他有个号 他正好不是他经常打的 好就打了一排 说明他之前 那他说明MMR在这个 对他之前的分就是7000分的MMR 对 狗哥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菜啊 真的还可以 对 阿玛尼的号 我跟大家说 阿玛尼不是有有几个是6800的号码 一个是SOLA打的 一个是马路 一个是SOLA打的 一个是Duck打的 而且我告诉你们 狗哥这一次也是淘汰了肉狗的 就直接是败者主打肉狗干了 嗯 狗哥很强 真的很强 你们真别小看狗哥 一盘7000分就说明他上赛季也是7000分的时 就他也打到7000多分 就这么简单 不然的话不可能一盘就到7000分的 因为暴雪给他这个账号定定的MMR就那么高 就7000分的MMR 说明他打得过7000分 对 你只要打了 不管输还是你都是7000分 哎为什么这个东拉姑令都 哎东拉姑令在AX啊 6529分还可以啊 练得也很凶 就是这东拉姑那个粉丝你知道吗 迪亚纪令就以这个重组嘛 有个 他现在的AX那不是AX战队联赛还可以 没你想的那么差呀 他一个休泰姆一个东拉姑令对不对吗 一个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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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ASA这些 休泰姆你不要说其他的 我就说一件事你至少要来韩国 他们马上要来韩国了 他们那帮人要过来打接受了 他们 那这么说我感觉AX感觉比 不弱 还真强一点 不弱呀AX 不弱真不弱 而且AX的选手很多 他们什么什么Earth Tray啊这些对吧 也是6386分 那都可以打呀有什么不能打的吗 不弱不弱不弱 这个队可能会在这个赛季表现 比大家想的要好 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吕布和Q的比赛 这场比赛上来就狗了啊两个人互狗 说的没错 这个比赛其实对于两个战争 KJ和DPG来说的话很重要 因为如果吕布赢了 他应该能够顺利进行到决赛 他的决赛对手大概率是Duck 如果是Q赢的话 那估计就是一个对内赛了 他们在刷什么东西啊 黄哥今天收入9000多什么东西啊 什么意思啊 我我我哪里收入有9000多啊 为什么黄哥收入会9000多啊 对啊我哪有收入啊 你们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这些 我们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吗 我靠你你你哪里收入吗 你你要不打电给我 双方护狗啊 护狗其实就看待会儿拼死 肯定肯定是那个 肯定是要打到换家的 两个人的双线操作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如果是吕布的话 刚才第二个房子我都会退掉 我直接不到了 因为没有意义 你家里面农民你肯定是守不住的 你不可能回来救的 对不对 嗯 现在就是尽量的存钱 对你不这个这个房子出的 我就有点没看得 你居然就算现在你人口有31了 有什么用呢 农民一直在死 到最后你要比对方少少两个兵 尽量的存钱 存那个 存这死神死神是最重要的 要把对方 要把对方的钱全部打干 然后最后看谁兵多 不能让他再踩了 又还有三百块钱 哥 他没气啊 五十七啊干嘛 你你也没气了呀 你不我我多出两个枪 被你打得过我 对不对吧 看有多少死神吧 这个首先我死神就比你多一个 也是 死神差不多 差不多吧死神 对 但我我有钱了 我能多出五个枪兵来了 能能少 能多五枪兵的呢 对 就五个枪兵 其实就这房子找 导致的 女部最后少枪兵太少了 对不对吗 可尔已经赢了 没得搞啦 没得啦 女部 又母得啦 这房钱比他多 拼这种死神就对猜的情况下 就第二个房子切了不要 下去之后 你这个兵就会变成 哥尔战斗人口高太多了 就多 这波钱 多三个那个 对 女部还多造了两个农民 19个农民 可尔是17个农民 现在女部只能守守的时候 把那个矿罗先看一下 Q20为钱现在比你多 所以他可以先先踩 对 他随便找个这段踩就好了 你女部你能让他 你只能飞到那个高级上才能踩 真正的换架 你也不要跟我说 你今天女部什么如有神助 各种操作 操作一通之后 然后把对方操作 不要骗自己 我觉得不现实 不要骗自己这种东西 这个局势你让黄哥来打 妈的 你不也得死 是吧黄哥 哼 我不知道怎么输呀 你自己看吧 现在唯一的就是什么 就是Q20抢通失误 是不是 Q20不会冲的 我我现在把气狂 气狂踩起来 我继续 暴我的死人不就好了吗 我为什么要说话 不你们不信黄哥来能赢 你们在搞笑吗 我感谢这个地狱火的愤怒的一个办卡 我觉得我应该的赢 不是应该你肯定已经赢了 肯定倒不至于 因为我我跟吕布差距还是挺大的 在这个不就是用冰的差距 不是呀 你这个你强冲没冲下来 他不就翻盘了吗 为什么要强冲吗 我运营的妈的我现在肯定是 如果我来打 我肯定现在是想一波把他打死的呀 他妈的再打下去我会输的呀 为什么没有自信 不是没有自信 是对自己现在这个形势有判断 因为你让吕布运营起来 你肯定打不过 你现在肯定想的就是去冲一波 把他冲死干净 下VF了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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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科技已经差得非常远了 死了我去撒个尿回来 就可以给吕布收拾了 科技差太远了 吕布的这个VF是强行起的 他吃农民数量还不够 怎么办呢 您先看出吕布还是很想赢的 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 吕布真心的是不好打 什么是呢 哎 怎么说呢 吕布手的话 他银子女儿 这个银子女儿可能是个翻盘的 翻盘的一个点 但我看来还很难翻 Kill是直接出坦克 待会直接给你推正面 他不跟你讲道理的 他为什么要跟你讲道理 等你要隐形你要出来的 不可能的 我问他第一个坦克 有第一个坦克他就会推了 因为他只要上高台 你的兵就没他多了 我问你打了墨迹 那就不说了 打了墨迹是有机会 用女性你要翻盘 我现在对于Kill来说 经济本来就不好 他所有的这个农民 所有的那个能量 都是打在矿罗身上的 就一个坦克 我门口一架 然后兵一上 好了你就机机了 有女瑶也没用 来了啊 你不还没死 还满下死了 那坦克不是三分钟的事吗 死了死了 他还跳下去 跳下去 一把雷打他就死了 大的其实还可以这点 还想出隐形鱼要来守 诶特会不会没雷打呀 你又没隐形干嘛 看着你这身隐形 我就不傻雷打了呀 就好了吗 家里面那个都在出来 倒战车都在出来 死了死了死了 隐形都打掉了 隐形都被打了 他如果是直接出坦克 说不定还得守一会儿 这就跟 这个出坦克的就是等死 也不想退呀 还想继续甩 但没用了呀 你手住又怎么样呢 那打蛋车都出来 我忙 哎呀 吕布现在就很气 你妈打不过 这种就是鱼 你知道吗 这才是真正的鲤鲤 新鲤鲤 呵呵 虚空 我再跟你们说一句 这个是 哎 我再想一个问题 黄哥今天 李清奇跟我说 他说 都是都怪你 每天都在他 你大声点 他说 就是都怪你 每天在他身边 就旁边吹鲤鲤 所以导致他头脑赢着 毛 我什么时候 你妈天天在吹鲤鲤 你不要乱讲好吗 你妈的 你你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我靠 不是 不要乱讲 我靠 我他妈我 为什么每天我都在吹鲤鲤鲤吗 你想想任何一个项目都有很顶尖的选手变成鱼的 感谢球呐明天面试不到77分的两个飞机 感谢兄弟 我就问你是不是 对不对 就足放到足球放到篮球 那其实顶尖选手也会慢慢的老去的呀 你想科比布兰特不也退役了吗 是不是吗 那接下来詹姆斯也快了 那那我换 是不是 那C罗也快了 这很正常的呀 我我我换个说法 我换个说法 那那为什么 你亲戚要签吕鲤鲤的时候 你没有去阻止他 因为当时 当时已经没有比吕鲤更好的选手了 就你还是 在这件事情上 你还是觉得吕鲤还是比较适合 觉得他签的有点贵 对吧 你换过头来 你如果 如果你签的没有那么贵 你心态就平了 好不说了 有理有趣啊 以后 妈的阿坤你也不要再说了 王哥说的 我觉得从 从一个客观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 你不又是 Q20也两名 那继续也 我估计 吕鲤鲤不会这样就被Q20打死吧 虽然说 他这个两期应该是挺 挺那个的挺 挺客这个两兵的 就能够守 他不是吕鲤很气 你吕鲤鲤 你觉得吕鲤鲤还是你清几气 他已经释怀了 你怎么知道他已经释怀了 因为下个月 吕鲤鲤合同到期了会重新坦的 不要慌 对不对 这个晃什么嘛 你财便宜一点就好了 对吧 你或者你跟他对赌就好了 你跟他有条款约定 就比如说你今年你要拿世界冠军 你拿不到 那妈的那就不好意思 妈的不会是黄哥 我靠 拿不到你就只能拿底 你拿到了 那我可以给你剩下的这些工资 给你补齐 那不就好了吗 那不会是黄哥 我只能说 是的呀 这种毫无破绽你知道吗 真的是这样的呀 你下个跟他跟他谈那个就是底薪加底薪加那个就是加这个就是你后面有要有成绩要求吗 这个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吗 你拿那么高工资那你出不了成绩那凭什么呢 你不你给他你给他那么高工资你就应该要出成绩你出不到就扣 是不是吗 那不但是吕布他们像TSG这些也有这个规定的啊 有的有的都有规定的啊 诶 墙来了 诶 吕布 手住了手住了 这两个要全倒 这盘总拿下了吧 这个没错的呀 这个有什么错的 这叫什么黑心老板吗 那不叫黑心老板叫正常 对不对吗 你你也自己你你拿的高工资你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呀 这这这不是很重要的 拿拿的高工资要承担风险 对呀你要承担这些这这些责任的呀 这这些责任的呀 这这有什么吗 这边过来继续跟他换一步 我觉得我觉得这盘 Kill已经大势已去了 前期的这个战术基本上是没有盖到任何东西 家里面现在也被搞了 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看这个死神换家 天天你妈就黑我我靠 两个死神进去也起不了大风浪啊 起不了大风浪你确定吗 我感觉这风浪有点大呀 还行呀 三四个农民最多五个农民都干嘛了 你你你也送了你也送了一波 五个农民六个农民 哎哎哎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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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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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了瞎了瞎了 哎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东西啊 瞎了隐形的隐形的 哎 这你们白死四个 他本来没事的 哼 完了完了瞎了 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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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中了遭中了 本来他把这几个农民在他不亏的 他怎么就不防了吗 哎两兵迎接死神能把 Q2接成这么伤 我简直没想过这事情 把女不接那么伤 你不在搞毛啊 就这妈的这个两兵迎接死神 上去又换了三个农民 他怕不是在搞笑吧 这个他比赛打的 哎 连破老矣啊真的 上人犯覆 曾经是那么强的一个选手 你你你你不不不 曾经的事情你是要在提了 电子经济的世界从来只见新人效 我怎么感觉你 完全没有永恒 不是我我怎么感觉你说这些话 都是在为自己自己这个开脱呢 我只是在感叹 那么伟大的一个人助选手 也经受不了岁月的岁月的洗礼 哎 浩瀚哥生日快乐 浩瀚哥生日又不快乐了 我错 你妈浩瀚哥这 这笔钱砸下去 跟他妈黄马买阿扎尔有什么区别 阿扎尔还可以 他妈黄马的阿扎尔现在不咋低啊 又不是切尔系的阿扎尔 那只能说你妈教练们 教练们用好呀 不不不不不不不 就是伤 但我一直觉得阿扎尔很很强阿扎尔 把他吕布最后去拼一场了 他这波不投他就输了 他最后要凭这一场利用战斗人口的优势 一拳要打回来 确定一拳能打得回来吗 就这就这个空头了 就这个空头了 生死一波这个叫 这种东西买球员这种东西 不是买过来你就可能就会很疼 你想一想巴萨当时买了一个库里 库里迪奥 那库里迪奥在在在利物浦的时候多么威猛 感觉他的风格就适合巴萨 然后买过来也不早 他在扮人不是很猛吗 现在库里迪奥 他里面在巴萨很惨啊 对吗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的 你不是说你买过来就一定 他就会打得很好 但是我记得黄哥跟我说过 我们这游戏星际争霸是个一个人的游戏 并不需要团队 说明他老了呀 直接拖农民扔三个包台 哎哟这张包台 让你拖让你拖让你拖 哎呐李布打回来了 他好像赢了嘛 打回来了李布 浩瀚哥又快乐了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他有没有双剑打赢呢 死呀浩瀚哥又快乐了 浩瀚哥甚至快乐起来了 感谢球老圣的 细胞砸不动的一个飞机啊 感谢兄弟呀 浩瀚哥嘴角露出了笑容 你把打回来了 这盘肯定 嘴角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再也不用送他去非洲了 浩瀚哥又快乐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可以一键解锁浩瀚哥不快乐的秘密 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可以搜一下 新技朗男孩SCboy 给大家关注一下 一键解锁浩瀚哥不快乐的秘密 你关注到这个公众号 基本上新技的 就平时有什么比赛什么的 都会通知你 对一些新技信息 包括一些新技的趣闻什么 我们都会即时更新 每天都会更新新闻美 这已经架死了 就Q2没机会了 嗯 最后空头一波吧 没用来 全是我不快的故事 你发个 不不 这个 只是一个标语 你也不要太介怀 反正这件事情是一个叫 黄东城的一个 一个生意搞的 对 跟你玩的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个Gamesboy的公众号 最近在抽 在里面留言 可以抽什么魔兽的VIP 什么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 可以去 关注一下 Gamesboy的公众号 黄东城 妈的 不是黄东来 哼 这个是以前S163 经常在更新的一个小伙伴 对 他现在在帮我们更新公众号 黄东城他叫 对 黄东城 你们如果经常看那个S163的话 应该是知道这个 这个小兄弟的 以前他就是 后来接班人走了之后 他一直在更新 他叫接班侠 对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这你妈为国为民 是的 妈明明知道是一个Dead Game的编辑 他都敢勇往直前的去做 那还不是侠之大者 这倒是 好了 我们要看双方的决胜局了 浩瀚哥今天快不快乐 就看这一场 Quer 我们要说两个选手 两个选手 第一盘里不输的 稍微是有点冤枉 这个倒是真的 有点冤枉 第二盘还是靠自己的 首先实力也比较强 确是打握出了机会 第二呢 对手的野兵营 应该是有点拼的 这个战术 第二盘 应该说战术上面 对方没放好 那就最后不赢 对 那就看这一场 这场双方都是很求稳的在打 这场比赛就不好说 可能会形成一个 比较久的一个局面 看能不能打破Quer杯的这个疏远 这四次比赛拿了三次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今天还有这个Duck在 我觉得有机会 这边反正是双方都尽量开局 都是两死神一火车的开局 就都是很求稳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 如果说现在从实力来说的话 那的确旅步还是 现在应该没有Quer那么强 那他比赛经验还是很丰富 对比赛经验丰富 那这个是我肯定的 就刚才那个局面 他敢搏的一枪投出来 真的是意高人胆大 的确意高人胆大 对啊 他这整个大局 他觉得你前期送了那么多死人 虽然我经济很亏 但我兵力可能比你多一点 就敢拼命投出去 不过这个东西也怪 也怪Quer自己 在站了优势之后没有把握数 大家换啊这波 没事没事 你不感觉亏了呀 亏了 他主要后面多来了一个火车 有点烦 就不就不就不 不好受 我只能说现在旅不不好受 克莱姆他们说签 克莱姆现在主要来不了韩国 他估计不能长住 他要读书嘛 他年纪很小 克莱姆是2002年的 他跟雷诺一样都要读书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件事情 对他们要读书的话 他们就不能到韩国长住 只能在暑假呀什么的时候过来 暑假的时候 其实过来是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 对 你不然的话你一个选手 你牵过来 你就只能打一些 就打一个线下 这个就我感觉就很 有点浪费 对 这个就没必要了 其实 不过雷诺也是一样的情况 因为雷诺的这个年纪也挺少 对 没有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帮欧美人 他们真的是没没怎么来过中国 所以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就不在中国的好呢 就有太多误解了 真的 他们如果如果来中国深入的了解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些很方便的APP 对吧 嗯 什么饿了吗 什么这种什么滴滴啊 这些东西 他们都用起来 用完了就什么支付宝啊 这支付支付 用我来说他就不会去韩国了 他觉得韩国一点都不方便 我靠 我现在 我摸了两眼左右 我已经无法 无法离开 外卖这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的呀 他们你妈在韩国 你妈吃的是什么吗 我靠 如果离开了外卖 我就会很不适应 真的 他们来了之后 他们就会发现真的方便 太方便了 他住在韩国也没什么意思对吧 住在中国 又又便宜 比他们比韩国还便宜呢 什么都方便 国外人工比较贵嘛 所以说你你不管是点吃的 让叫叫外卖 他们在韩国也是叫吃外卖的呀 对啊 对吧 他们吃韩国很贵的 都很贵的 他们搞的 他们在韩国吃外卖是因为冒神海参 这两个狗子没有去韩国 不然的话就是他们两个做饭了 是的呀 不做饭嘛 他们吃外卖很惨的呀 那帮 那帮 我说说没人 直接来冲吗 要冲吗 直接冲吗 直接冲 直接冲 说说说说说说 哎 哎 这一波 好像要捅进去啊这波 家里面他只要休息来就手住了 哎 真的真的要有可能捅进去 坦克架好了 麻烦了 不不不 只有一个坦克了 其实也没 也没 在家里面他忘记休了 这什么东西啊 他家里面叫休息来就没事了 他叫强行休息来就没事了 Q2肯定不操作了这个地方 对 他要全手家里面 后面背后来了 导弹车 抢锁 但扔了两个炮台 秒了一个导弹车 下了 下了 但自己也死了一个杜牙 就看这个正面了 这个杜牙咋来把雷打 先把坦克坦克坦克出来 坦克好像被锁了 坦克被锁了 我感觉Q2应该还是要找 哎Q2死了 被一波捅死了 哎 你不赢了 这一波Q2糟得很重啊 你不赢了 你怎么感觉浩瀚哥又快乐起来了 浩瀚哥快不快乐 Q2打了个基业化 没守住 这波打完 你妈的经济已经崩了 13个农民 这这种冰 你一面期吗 那不是今天浩瀚哥要解开 你妈的微博的屏蔽了 我靠你 哎还没打完啊 你他妈十个火箭都出来 万一被翻了怎么办 这个局面怎么翻 不 他有三个基地的呀 对啊 他有三个基地呀 他有三个基地的呀 被翻了怎么办 你他妈十个火箭发完了 万一翻了怎么办 所以但农民差的的确有点远 40个农民打19个农民 应该赢了 应该翻不了 你妈他 我们也不能把吕布抢的那么菜 对吧 是的呀 就正常来说的话 应该翻不了 应该正常是翻不了的 正常是翻不了的 没有道理翻得了 这个经济已经崩了 这你你把冰你把冰去啊 三冰再退波过去 对 在坦克退波过去 基本上是一次 浩瀚哥 不快乐的你哎呀 怎么今天有位别 位置会快乐呀 因为还有个大可能 对呀 他们大屁股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叫大可 在下半区 哎说不定啊 啊 说不定 宇布都见不到大个大克那一面 就死了 应该见得到吧 他跟 他跟大克打 肯定只有决赛才能打 对呀 他决赛上半区只剩下 迪拉麦特探机 布林肯基基了 他妈这这不会挂的呀 好像也是啊 这三个人怎么打他们啊 但我这个我跟你说啊 吕布这波捅不下来 一会被翻了就搞笑了 应该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这个局面我实在想不到 说会 现在就吕布要找个机会推出来 他那个倒的太伤了 他那个吕布就推的那波 他的那个度压死的太伤了 对 那个度压如果不死 可能正面直接就打翻了 吕布这波要推了 他就就这拳了 这拳如果 如果是Q2完美防守 就有机会翻 但吕布有空啊 而且 没那么好防这波 对而且 他现在就两块五兵一波 我这一波很猛啊这拨 战斗人口领先一些 不过有光头 光头光头 有震撼弹吗 哎好好好 有震撼弹吗刚才 有有有肯定有 不一定吧 哦有有 肯定有啊 没有他怎么抓的 抓得住那个导弹车 抓了三个导弹车 工人 嗯大家的农民都是52比52 Q2的防守面积就有点大 未必守得住 如果吕布孤祝一次打一面的话 Q2应该走 他要从这边架啊 他直接架了头 双线 起飞了已经 三线来了 三线 他已经意识到了 他已经意识到这个要投了 但是来不及 来不及这个防空 他已经意识到要投了 来不及 好嘞 这边可以上了 这边一上了 然后坦克很快 他是那边投了再上吧 这边 他这个应该投主框吧 他兵在接嘛 这个这波兵投主框去了呀 他这边兵投主框 对呀 B打掉 正面站个坦克的便宜 家里面继续打B 好 正面看有没有机会冲 他现在正面要找个机会冲 我感觉 一两个坦克 这光头也不怕的呀 这已经走远了 好了 正面这一拳 怎么处理了啊 家里面其实很烦 这几个光头在这里 直接冲了 正面 干嘛 老子叫吕布 光头打坦克还真的给低 我说实话 好了 架住了 好亮 死了死了死了 这一拳打下来太伤了 极进 极进 恭喜吕布是战胜了QR啊 没让QR 你妈继续在这里面拿 拿钱 浩瀚哥可以稍微开心一会儿 那上半局基本上就都打出来了呀 对 那就是吕布打Brington EG 然后探机打DataMate 对 下半局大克打Patience 浩瀚哥终于快了你一次 皮修不是下飞机就接到噩耗 只要那话说回来 怎么叫噩耗 你妈的你都那么多次冠军了 你让你妈的胜亏拿一次冠军 你怎么了 你一定要感情杀 你拿不到 下面还有个大可 拿不到 这个是最关键的 你让你妈的胜亏拿一次怎么了 我就问你怎么了 拜托 关键拿不到 不是不想拿 难道一定要每一场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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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G吗 真拿不到 你们不信就算了 公立奶的一批好吗 这个字 我他真拿不到啊 让让让让让那个阿葵拿孩子 真的让阿葵拿孩子 我都已经我我都妈的心疼他了 我跑再站下去 每天每天你妈的就生活在屈辱 下一场是谁妈他们转 下一场我不知道他们转 应该应该是大克对PATIENTS吧 因为这个场半决赛嘛 这场是一定要转的吧 对 好大克对PATIENTS 然后等上面两场继续打 对吧 上面两场就可以先打了 嗯 你们这妈这话什么 怎么叫乙锋都能拿一分 乙锋ZVZ还可以的 乙锋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差 虽然他的确 什么是菜了 他的确经常打不得好 但是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差 对啊 你们就觉得乙锋就很菜 好了来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场 刘建宏对Duck 应该说是没什么机会 因为刘建宏跟Duck交手 好像从来没有什么 看这场Duck怎么打 我们Duck的比赛 我们是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 哎 上来直接秀地宝啊 你面对的人可是Duck 怎么可能 暴修Duck的地宝没那么好 是的 而且Duck系已经做了 他房子已经在那边看着 侦察人人 他只要好好防 你就很难修得到他了 不是每一个重组都是impact 那impact就是一线 Duck是顶级重组 哎呦 大家直接删开了 他这个删开只要开下去不就着重了啊 黄哥 看到了 看大哥怎么防这个啊 退一个基地吧 先退基地啊 先三关Duck 不然钱不够啊 这个 对 然后第一天下地宝 或者是直接出蚱蚂都行啊 反正 他直接下地宝了 第一时间下 第一时间在这个位置下 是有机会守住的 之前那个impact是在上面下的 又来 他在上 他首先他impact是慢了 然后又怕被地宝被你这个管 那个地宝打 对 但下面这个电池是很精髓的 精髓的一笔好吗 他怎么守啊 这不大可也不一定守得住啊 他还在捕农民 他好像没什么压力的样子啊 就插了一根管子 真的假的 他出蟑螂 他估计 出蟑螂的 出蟑螂的 他只是不让你这个第一时间沿过来 对 先戳退你一个吧 这里要 戳不退吧 电池戳不退 出蟑螂 他先退 他 他薄点血 他估计是什么 这根管子好像有点精髓啊 你爬不上来 就这样了 就这个位置是底线的 要出火蟑螂砸吗 他就这就守住了啊 我他妈 其实兄弟吧 是前面的一个 主要是为了不熊嘛 对 终于手段还是不熊 但这个位置的不熊 没有那么容易走上去 不像 你修在正面的话 不熊是直接就走到你家里了 我给你晕上去 我为什么走上去 对啊 那你晕上去不就给变火 让让让的时间的嘛 那没办法的啊 对 这个地方好修是好修一点 但是你走 你走上来 你有的走呢 他妈 你这个砸了 你不就完了吗 说啊 干嘛 我其他电子假的呢 他卡住这个位置 能定马上出来了 能定出来就可以用操作了 大可有点浪费掉 自己的这个火的砸 砸到了中间了 终于砸到了 哎呀 虽然我承认他女皇操作还不错 他满火就有了 满火就有了 还要把他跟水晶砸掉我跟你说 这个水晶砸掉 哎 农民砸掉了 农民砸掉很重要好吗 对 他现在找机会砸掉这根水晶 马上就第二步手了 这第二步手 基本上是个决战了 但 这个农民砸掉之后 下面的电池 还有 还有 他运那个农民上来 还有 打开还是很危险啊 这个时候 我只有两个人 来一波狗要决战了 要决战了 要冲了 先砸水晶 你冲你冲 刘建宏已经知道了 但是这个水晶没打掉 哎呀 这个水晶没打掉 太尴尬了 但打不进去了 已经打 已经冲不下来了 他下面还有电池 对啊 就 他如果是第一时间 这个水晶打掉 没让这两个地宝输出 那说 说不定有机会守住 机器了 农民这个战术 真大猛 牛逼 牛逼啊 这李平南如果看这种局面 不是开心的 李平南没来 我说那个 你不看这种局面 不是开心的一逼 是的呀 可以呀刘建宏 他这个地宝的Rush 感觉在照地图上 他的那根水晶修得很好 就第二根往上修的那根 他卡了个位置 那也是怪 Dark 其实在中期 那就中间 有点偷他这个开局 浪费了很多火啊 对 第一时间如果把那根水晶砸掉的话 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在 但是这个比赛 就是这样 把他看 沈亏跳起来了 什么情况 沈亏说了什么吗 不知道呀 汉门泼粪流 真厉害 这招是有点厉害 熊 熊律师的绝肌 今天如果沈亏 呃 你不拿 拿个 贡物杯冠军 我觉得沈亏要跳上天上去的 有必要发微博了 哼 要 叫做 叫做 是的 有来有回 妈 你每次都来搞我 我不来 我不来搞你 凭什么 对不对吗 他也 他也是人好 他也会气的 本来不气 但是被跳了 就有点气 好了 第二场 第二排刘家宫怎么打了 他在那又是要地宝乱雪啊 真的惨 我没有没有 没有 这排好像巨探路了 打个那么猛啊 有点虚 我只能说 有点怕没搞 他也不想说啊 怎么打了那么久 也想拿 也想拿奖金的好吗 赢了 就四百美金 对不对 是的 他们队会多奖一点 他们队的奖金是 double啊 感谢老仙来我全家没的一逼的一个回忍吧 感谢兄弟 我来这里 我大可这盘真的是打的 有点 那咋办嘛 有点很有点 妈了个鸡 让你搞我 两个人在互搞啊 哎不过我跟你说 从不如我被这样搞 说个嘴唇 觉得还是心里有点不爽 是不爽的呀 妈妈都不好好打了 我 那我也不要你开基地嘛 其实 是这样 哎 这个有点烦啊 你这两个顺庭下去 这 过了 就不让人好好活了 是吧 你们大可都被逼开到下面去了 这什么东西啊 真的不让人好好活了 大一斤 这矿开这个位置很少见的 不 他修两个手机 没办法 打里面还是比S开 非常的正常的 这刘江洪 你其实比赛就没想好好打 就跟你打乱了再说 对 他就这个实力 他就这个实力 也说不定啊 刚才 他是显胜了impact 对不对 嗯 运气 运气很好 刚才 他就这个实力 这种局面 如果我是一个重组 被这样搞 我就打一波了 他妈也不管了 我靠 大家都不要考虑 是的呀 不是重组这个局面 很不爽 就主要不是说钱 就钱会怎么样 是 你心里面不爽 你妈就想一波 一个心里面不爽 第二个重组节奏会不会打乱 第三个就是 你的这个重卵 会少很多 因为你自己一天不爽 感谢存在今生 诸事不顺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 我早说过 大克这个版本重组 不不不 大克不是 大克在重组 最弱的时候也很强 大克你妈这是 我觉得这些年来 从来没弱过的一个重组 任何时候 他都是顶尖的 不是 你不要说这种话 你就不能让浩瀚 更开心一下 不 这个你妈 不能昧着良心说呀 这大克的确没弱过呀 大克在韩国 应该算是没有弱过的重组 难道说他不开心 你就不昧着良心了吗 哎呀 这种东西 对不对 你不能骗他点 到时候他 又被骗了 又说是我乱说讲的 你不能乱讲的 是不是吗 是的 是这么回事啊 就是这样的呀 大概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2016年的那个 布里加康上 2017年 2016年吧 他跟地运的那一场 惊天地击鬼神的一场 布里加康的决战 对 当时其实重组是一个非常灰暗的事情 因为人数的这个 就是自驾坦克嘛 就是收 就运输机坦克这个 还有死神 那时候实地血的时候 对死神也很强 感谢来 我诸事不顺的一个飞机 在当时那场 虽然大克最后是输了 但是这 这个 那个搏骑是打得相当精彩 大克以前是ZVT特别强 然后他的ZVZ和他的ZVP不行 后来也是慢慢练出来 他ZVT强是因为他在 当时在SKT-1 他是主打ZVT的选手 所以他只练ZVT 对 我说像那种 TASPA有很多这样的选手 都是这种 就是被战队联赛的牺牲品吧 就是 对 其实从观赏性的角度 那个时代的 这个飞强的坦克 我倒觉得观赏性真的挺强 嗯对 就不停的 那时候对吧 那时候对吧 大家对 大家都是 平操作嘛 平操作的 这个真的挺强的 重组有点惨 是不是吗 这边我们抱下新的比分啊 迪娜迈特是2比1 赢了探机 晋级到了这个 四强 四强啊 虽然说是晋得四强 但是他他在四强的道路上 并没有碰上什么太大的一个挫折 达克直接一波到脸了啊 你妈的 你还敢搞我 你搞我 你搞我啊 他现在就想再往死里点 你搞我是吧 这四个怎么办 你搞我是吧 全打全打全打 这就是搞达克的后果 你说的没错 他非常狠打了 那与其为你打一波 不如我打你一波 达克其实也是 一波放得非常好的 自己啊 恭喜达克是三回一波 哎 你说如果达克上去打吕布的话 你觉得你才能赢吗 那当然能赢啊 他打吕布怎么 我说吕布啊 吕布赢个锤子 你妈打达克 死得被打出来 后面说 哈哈哈哈 你说的啊 你看着 真的死得被打出来 大个神很简单啊 想 Q都被淘汰了 那说明一句 你没有人跟我斩这两百美金的 没有人能打得过我 所以他可以跳起来了呀 一级 哼 太几把忙碌的 这场 柳建宏进四强嘛 其实也也算不错了 他也是打了几场 印象呢 但是实力就大概四强的实力 对 搞不好可能就巴掌 感谢 求老先来我 心疏铺该的一个飞机啊 感谢兄弟 感谢这个 心疏铺盖啊 一比一 看这场吧 嗯 那我发现 现在这个QJ 已经成为了一个 御用的这个 OB来人 对啊 他现在 他因为在那个 老炮这边吧 所以他过来也比 过来 过来 在上海 OB也比较方便嘛 那 也挺好的呀 OB还 O的还可以 大家觉得这个OB怎么样 除了 刚开始的时候 就刚开始 他第一轮 第二轮的时候是 反正不是他 不是 他主要水平 还是在那里的 水平在的话 你OB什么 很多东西就 就说白了 就比赛看得懂 这个很重要 对 OB还是蛮累的一个事情 就如果我们 我们 我们比如说 欧武飞如果打 打了四五中投 他OB四五中投的话 其实O到最后 他就会觉得 你快死了好吗 已经要死 又是来了 修地宝 这个狗逼 帝宝走起了 这也不跟你多逼一逼 打不赢我就修地宝了 这跟您扯带 如果修地宝 每一场你都能成功 每一场都能赢的话 那 那重逐还搞毛 重逼 别玩了 干脆 但修地宝是很厉害 花式修地宝很厉害 但是他面对的人 可是Dark Dark没看到也得死 我跟你说Dark 现在星际 真霸二 韩国的王者选手 别急把吹了 马上又被修死了 还王者选手 好 看到了 这看到太重要了 刚才也是看到了 没手术 但这种还好 这盘有点远 这盘 你信我看到真的很重要 我看到肯定重要的呀 把这边用蜡蜡手 没问题 用蜡蜡手 对的 这个图没有 刚才那个图位的大 对 Dark这盘如果再被打死 就尴尬了 不 这盘大哥很针对 出 第一时间出蟑螂火 蟑螂 应该输不了 胜亏你妈的 摇起大喊 不是 其实我觉得胜亏你也比较 摇起大喊 其实最尴尬的是 Dark输了 然后鲁布待会儿又也输了 输给你妈迪纳麦 也不是不可能 这你妈 干嘛 不太会吧 鲁布输Dark输有点过了 这我说这 我说真的 你妈鲁布 你妈所有人都能输 为什么不能输Dark输吗 把TVT鲁布还是有点保障的 你这个不能乱讲的呀 他TVP是有点二 是真的 咋先 先把这个电池的能量飞了 主要是 但主要是应该砸电池 他现在已经有能力 一泡秒到这个地堡了就可以了 也是 这局面 对于刘建宏来说 他的这个能径不朽出来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你也不要想去 你会搞的 对 他是肯定出得来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说实话还是 有点太冲动了 我觉得 你慢慢的把门口的这个电池砸了不就好了 现在对于 对我这个局面来说的话 电池 压力还是挺大的 有点急 大科都要被修死了这样下去 我电池能量 能量快没了 但他火炸的数量也不够多啊 许家雪加的不错 继续砸 下面电池又来了一个新的 砸掉农民了 这个关键哦 这个没砸掉啊 运下去了 还是运下去的 那么手快啊 我感觉 这个如果 再打进去 他这个操作也没有大家想着那么 终于秒了 终于秒了 你们觉得他操作很猜 但这波 大科是惨重啊 死了大科 我觉得刘建宏这个修的就很 就是逼你要守2GD 其实他如果不守2GD 说不定还守住 对 对吧 这个2GD在这边 不不不不不不 但是这个 这个肯定要守的 这个不可能不守 你第一时间看到的 而且 对 这要2比1了 真的要没修死了啊 运天宏真的能赢大科 对吧 修地宝真的厉害 汗门泼粪 这招就是 大个 在这第一波没拿下的情况 现在已经基本上是一个 大势已去的节奏 对 其实你真的你想想 他如果二矿不要 他就在这上面手 其实刘建宏也没那么好 对 因为这个这个打法 这个打法是比较 比较依靠电池的 这一半还是要 就忍不住要下去守呀 就那么简单的事 忍不住 不守不行 操不还是 打着这六道配音的 这手个毛啊 手死了大可 操作真的还挺亮眼的 哎呦 极限极限 死了死了 感觉很好啊 刘建宏 死了 这这这这波 不守上来太重了 谁说的 2020年 神族的希望在Chimp身上 在你们刘建宏身上好吗 可以的 输了已经输了 大哥不想不想退 他现在不想退 他很烦 你要怎么打都赢啊 他现在烦的一批我跟你说 我问你这个时候 如果我是 我是刘建宏 就直接你妈出自暴球 咋不死大可 这 你说的 干嘛 你说的没错 你除了火蚱蚱蚱 你还能出什么 你不能出东西来 干嘛 我就干死你 狗逼 我这个已经输了 好了 我们公务飞的比赛 终于从大屁股的这个 终于不是大屁股领工资了 对 大哥还不想退 你妈心里面烦的一批 你就不能好好打吗 但是有什么用呢 极进 恭喜老炮战队的Tations 炎梁 你们汉门颇奋 进决赛了 好了 这样的话 炎梁进决赛了 我们要看下一场 今天MAT和这个 李布还有这个 普林鸡的胜者 会进行场比赛 我去个厕所啊 我去个厕所 一招汉门颇奋 直取WCS冠军 大可人都傻了 好了 这个就要等最后的角色 李布打出来了啊 李布跟 布林鸡记这场比赛 稍微再等一等 有点意外 这场比赛打下来 说真的有点意外 没有想到会打成这样 等待在这场比赛 等僅一下 感谢来我找不到女朋友门的一个飞机 女朋友门我靠 要不是跟英恩女部估计要打挺久 稍微等一下他们可能都打起来了 真的有可能打起来了 所以现在没有太多的我们选择的一个余地 稍微等一会儿啊 打起来真是他们在打 感谢来我找不到女朋友们的第二个飞机 logo我们下周改 logo下周改 logo下周改 我来看看 那个IEM那边打成什么样子 IEM那边李少已经挂了 然后把本出现了 把本三比赢了 全太阳现在二比赢了胎价之后再打输本 狗哥赢了parting 狗哥赢了time赢了parting sola赢了佐恩 然后胎价输给了阿玛尼 阿玛尼现在在打sola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韩国去八本还是有点厉害啊 到这个关键时刻就出现了 他出现了 他有机会去的 他们上一次 classic classic给他有 就担保出去了之后 出去了之后的话 比如说 比如说 那个担保 caspa给他担保出去了之后的话 以后可能这个像卡特维斯这样的大赛 最后有可能担保人出去的 就caspa可能会帮这些选手的担保 我觉得有可能吧 我现在要等一会儿啊 caspa管不管星期二啊 caspa现在不知道啊 应该说他还要管那些 比如说就是注册在caspa的选手吧 就像星际的选手 现在虽然没有联赛了 然后战队也解散了 但是这些选手还是caspa的注册的选手 所以应该会管的 应该会管的 是非洲台担保的吗 那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caspa还是非洲台担保的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有可能是阿菲卡担保的 caspa caspa现在哎呀 无论caspa现在在 在韩国也没什么卵用 caspa在韩国现在 你很示威 就是已经已经进入到厂商时代之后的话 像caspa这种第三方机构 哎呀说白了就没什么卵用 对吧厂商不了你你就没用 所以caspa现在你看他的拳头这边也是一样的 当年他跟他跟暴雪干 对吧 干干到后面他他转向去做拳头 然后拳头做起来了 你跟暴雪是一样的 还是会把你干掉的 这你这些caspa就是工技人呐 吕不赢了 吕不赢了 不是是是caspa没看透一件事情 就他没看透 他觉得电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再多电竞 是的 但是你这个你这个游戏 最后还是 是啊 不是你是弃拳的吗 还是打吕不施弃拳的 就你搞再多 最后这个游戏产品 是别人厂商的 对不对 你还是靠别人这个产品在在在 产品的附加值在在做其他事情了 那所以所以你搞来搞去 对不对 你扯再多 你你最后还是搞不过厂商的呀 那肯定搞不过嘛 这怎么可能搞得过 是不是吗 这所以我说caspa现在的在 在这个什么拳头面前也也抬不起头 caspa开始觉得他可能跟对这些俱乐部 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这个就比如说一些管制啊 或者可以跟这俱乐部管个毛 好 报不了团的 俱乐部最后还是利益为上的 是的 跟他俱乐部 最后就跟厂商站出来 他说我来养这些俱乐部对吧 你打着我的比赛 我做的比赛够大 但我我给分层够多 那你caspa你又不能给这些俱乐部提供 就不能提供什么利益 那为什么俱乐部要跟你抱团吗 我靠 对对对 不就是这样的吗 不就是这样的吗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们觉得 我觉得caspa就太高估自己了 不是他主要星期一做的太顺风 对星期一没人 然后给他骂 给他了很多的一个幻觉 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觉得你们别的项目也应该这样 然后然后他跟暴雪不是在在星期 星期二的这个利益的博弈上面 博弈的太多 其实导致星期二在韩国也推的不顺 其实暴雪也牺牲了很多东西 就暴雪也很伤 对他跟caspa这个斗争来说 他也很伤 星期二在韩国推的也 其实暴雪是好好的给caspa打三了一耳光 然后 但是他自己也伤了 就暴雪也伤了 对对对 暴雪也伤了很多 然后到拳头之后 其实caspa就已经软了 对啊 到拳头那一步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就caspa根本就打得过了 中国网游史 中国网游史这个东西做的还行吧 就是在一个圈外人来看 他如果是比如说圈外的一个玩家 他从圈外了解到的很多信息来看 其实写的还可以了 但是从圈内人就从圈内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怎么说呢 就有很多东西他肯定是不知道的 对吧 我们也不能讲 对 所以 所以他查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公开的资料 对吧 对吧 说的没错 所以还可以 还可以 我我我们不能讲 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讲 那我们还是冷静一点 低调点 对不对 不能乱讲的 不能乱讲的 哼 就比如 我给你们讲个很简单的 就 就比如说 圈外 说当时所有的媒体 很多所谓的圈内人士 都在讲什么 WCG的结束 是因为什么三星的骨架呀 什么这样这样这样 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想法 那都扯淡的 你一旦听到这件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扯淡的 就假装是圈内人 假装是很懂这个 很懂电情或者怎么样的人 可淡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WCG的结束 就是三星一个高层的决定 就那么简单件事 就是一个高层指了一个方向 说我们今天要 我们要从那个 看移动端 我们要放弃PC端 我们要看移动端 然后就结束了 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一个他们大战略的方向 一个大老板指了一个 指了一个方向 我们要看移动端 我们要不能不能再看PC端呢 那就没了 整个整个整个WCG就崩塌了 然后面是靠中国 续了两年命吗 对 对不对吗 续了中国续了两年命在昆山 其实10年就结束了 10年就结束了 对 10年在美国做的历史 就做的特别烂 这件事情你们不要去反驳黄哥 黄哥是做WCG人 他知道所有的内容 好不好 他在美国 在美国 10年在美国做的历界 就做的 做烂调 做毁调之后 就历界之后 然后因为高层指了一个方向 说我们要转向移动端 因为WCG最早的赞助商 就三星内部 他们是分部门的 赞助商三星内部 最早是有显示器部门赞助 这是PC端的显示器部门 三星显示器 你可以看WCG 所有的广告都三星显示器 然后在10年之后 就转向移动端 移动端就变成了三星的手机 它转到了手机业务 因为他们说我要看移动端 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报告 最后10年之后 把WCG保下来了 10年之后 WCG的整个部门 从200多个人的部门 就他们那个公司 从200多个人削到了 好像只有20几个人 到了11年 11年的时候 11年的时候 又变成了手机部门来赞助 因为大老板指的一个方向 那就为了很多下面的人 为了保这个项目 就变成了手机端来赞助 手机就是后来你们看到 为什么有三星那么多手机了 后来是手机端来赞助 赞助 11年为什么要回到韩国 就是因为真的是没人 他们整个公司 回到韩国做 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们这边 牛TV这边 在中国这边帮他们找了很多关系 在昆山 本来最早是在上海的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上海市政府 并不是那么在意这个项目 所以当时 昆山那边比较在意 所以就给的条件特别好 然后就到了昆山 然后续了两年命 续了两年命 到了13年的时候 还是顶不住了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走移动端 这个PC端的东西 应该放弃掉 为什么中间你还看到 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为什么 WCE当时想转成全手游项目 那些都做了很多报告 韩国的很多媒体 什么的 都做了很多报告 说不能转手游项目 三星的大老板不那么想的 他什么样子就指个方向 就应该指 但是他指的方向 没有错的 都未来是他三星看移动端 他后来手机做的特别好 对吧 站的位置不同 看的方向不同 所以你根本 什么WCE结束扯到三星补加 什么 这都扯淡的 那些所谓的外面的这些媒体 那些都扯淡的 对吧 今天过了都快十年了 我过来跟你讲这些东西 所以你就知道 那些媒体是扯淡的 所谓的一些专业人士 都扯淡的 都你妈自己在家里面 一银一银的一个 好像很合理的逻辑 就出来 就出来写文章了 那全他妈一银的 好了好了 别别聊了 比赛已经打了 快四分钟了 回来了 你们来了 黄哥以后 以后就干脆 出本书吧 干脆 以后再说吧 好的 旅部队对 Dinamate 谁赢谁上去打 Pinnis 今天其实对于这两个选手来说 都有机会拿到冠军 这边是个标准的一个中华部队啊 新闻级相当快 看旅部这边怎么打吧 旅部的如果是出解放者 他就是正面推一波 然后呢 要打一个双线的 好了回来了啊 好 这边已经出门了 Dinamate应该是打不过旅部的 Dinamate没看到旅部出门 这个 有招的要有点重啊 他跟旅部的差距其实挺大的 对 就比赛经验方面的差距特别大 好了 我觉得招中了 这招中了第一期间没看到 他们说三星手机 没有三星手机现在很厉害啊 你们是不是 新闻看少了呀 三星手机很厉害 三星手机现在市场战役率还是第一啊 只在国 在我们国内可能就没那么厉害了 因为国内我们国产手机还是 还是很多嘛 对吧 国产手机还是 但三星手机很厉害 在全球占有率很高的 一波就崩了 崩了崩了 已经崩了 他Dinamate打不过旅部的呀 想都不用想你就知道打不过的呀 崩了崩了 这种冲锋冲完跟死有什么区别吗 一波冲完 二十几个 农民也没了 家里面都没了 就旅部打Dinamate就是走个流程 最后看决赛 吕布能不能够今天夺个怪 说的没错 其实手机我觉得什么小米 现在手机应该是三星 我说市场战役率啊 就出货量 第一应该是三星 然后第二是苹果 第三是华为 对吧 第四是OPPO什么 还有微博对吧 OPPO 然后就后面基本上都是 小米呢 都是后面都是国类的手机了 那个都能拍进前十好吗 什么精力都能拍进前十 精力 对呀 我知道这个手机 但是好像 反正差不多 就我跟你说就差不多 手机这个东西真的 三星没你们想的那么差 三星新出的那个 那个旗舰机还可以 因为我们公司有人买那个 那天我在玩了 还可以 真的呀 我是绝对不会买三星的变化 你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想买华为的那个变化 但是有点舍不得我那个实况 因为它不通嘛 这个数据不通 对呀 就安卓和苹果 就LS和安卓是不通的嘛 然后我那个数据 我练了很久 如果我要回到那个数据的话 我就觉得有点 哎算了算了 它主要每张 每个人都是要升级的 有点换不过来 索尼大法 索尼 哎索尼那个 什么时候出马 我怎么会知道 索尼什么时候出马 关都不关注的 索尼那个什么游戏机 什么时候出马 PS5 上次好像你们说是年底出对吧 今年年底 可以关注一下 今年圣诞啊 那还有一年呢 索尼汽车 你妈索尼真的太屌了 连车都发布了 那天我就在群里面 好像看到 对啊 我也是在 我是在那个朋友圈看到的 有人在发什么索尼大法好 然后 然后我 一开始我以为是 你妈人家披上去的 你知道吗 我想你妈的索尼 怎么会去做汽车吗 我靠 假的 然后真的搞了个车出来的 是的呀 坐车跟坐手机嘛 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大的一必要吗 坐车 对吧 手机你想 手机 大概要多少个 手机 手机应该 几百个供应 那个零件 就可以做了呀 你妈汽车 应该是上万个零件的 你想想 你妈 那个 那个供应商的管理 根本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层次的呀 做汽车 要烧很多钱的 骑车太难做了 你妈的 他都做得出来 我妈也蛮扶他的 汽车很难造的呀 汽车 汽车很难的 主要是要量产 你不是说你今天搞个汽车出来 你妈你花钱对吧 造一辆汽车 那是肯定是 都 你只要花钱都造得出来的呀 你妈的 但你要量产很难的呀 你妈的管那么多供应呢 你管得过来的 你俩要听 你妈的 这帮狗逼 不跟你们扯了 看比赛了 看比赛了啊 好了 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迪拉麦特对吕布 吕布是一个很求稳的一个开局 先 先是两死神一火车 然后呢 再开矿 迪拉麦特反正就走个流程 就好了 你妈格格力有汽车 你不要宽我啊兄弟 哎呀就是想做嘛 你妈做概念车呀 那我只知道格力 格力空调 你妈没有听过格力汽车 我觉得那个未来还可以 未来吗 对的对的还可以 还可以 感觉感觉还可以 上次我们不做过一次吗 是不是很 我没做过 我没做过 哎你没做吗 那天 我自己开车过去的 哦哦哦 去吃那个火锅嘛 就是那个 对的吃火锅那天嘛 那天我不是 不是那个火锅店老板 还在二五仔嘛 啊 就不是给 你忘了吗 那个叫什么火锅来的 那个叫什么 忘记了 反正夏沙那边的一个火锅 咱们不是冰江那边 中英国际那边 有个什么豆花火锅的 重庆什么豆花火锅 还可以 味道还蛮正的 正 游侠电动车 正 我那个游侠汽车 你妈的 游侠汽车 你妈有点搞 我看你那个 这个二五仔 我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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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布这个操作明显要比 跑太多了 这个阵型 阵型把控 德纳麦特真的跟吕不打 就是被走隔流程就走死了 你看着 嗯 本来个游侠汽车 这个CEU 真的是个二五仔啊 我不骗你啊 他很早以前跟我 很早以前 他还来跟我聊过天的呀 然后说 卧槽 你妈二五仔 那么牛逼坐车 后来 哎呀 后来被爆出来 你妈用特斯拉改的 卧槽 很多年前拿这个这个大家很多年前应该知道的 感谢球奶男友考不上大学院的一个飞机 感谢就位兄弟 感谢兄弟 甩的还不错 我怎么感觉他打这个 DincentMatte 为什么 处处都领先一年 他所有细节都领先 就 对呀 全部占便宜 打着打着就赢了 就给我感觉 那吕不已经王者回来了 给你们开牌 你不要吹这么多过一会儿 被他们言良打死了 他打言良我觉得 还能打打 真的一会被炎梁打死了搞笑了 你就已经在开吕布打炎梁的盘了 这盘还有什么好看的吗 今天吕布 能否王者归来 真的便宜 各种占便宜 我真觉得迪达麦特的细节差好多 没办法 我跟你说了 迪达麦特跟吕布有本质的差距 一个是人族新人 一个是哪里的最伟大的 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族选手之一 对不对 这你怎么可能打得过吗 就算吕布老了 老狗也有几颗牙呀 对对对 那么多年累积下来的一些 经验呀 累积下来的 这个底运还是在的呀 这个是没法 特别是像TVT这种 不是很节奏很快的对抗 它底运还是在的 来吧兄弟们 很久没有给你们开盘了 今天这一场 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 支持一下吕布 让吕布广者归来更有气势 反正我知道一件事情 盛亏肯定会买吕布的能量 这一场已经没有悬念了呀 这场有什么悬念啊 你告诉我 那吕布已经圈养别人了 吕妖送掉把人口腾出来 造更多的这个地面部队 那吕布都想过的好不好 你那麽的不堪数 好了 角色啦 就这个波五啦 大家可以拼一下啊 我好已经买的 已经买了那五十六万了 你们那麽相信吕布啊 关于你们在我吕布说怎么办 我刚才我刚才不是上厕所吗 上完之后 我让我老婆帮我贴了两块 谢谢俊诺 谢谢俊诺